他以为他要杀我的小人 要杀我的男人 他都要杀 杀你的娃娃 嗯 你娃娃在水月水 他都要杀 他说我不跟你两代 我就要把你杀自己的家人 什么样的人 才能做出家暴儿子 霸占儿媳的事情吗 这可不是电视剧情节 而是在现实中故事 1999年10月28日 四川省成都市盘竹园相派出所 来了一个面向憨厚老师 沉默寡言的男人 男人说自己要来报案 说他杀了自己的父亲 男人说自己叫做孟发友 是附近村庄里的村民 他这天回到家里 见到自己的父亲 将妻子摁在了桌子上 准备对妻子实施侵犯行为 妻子一直在挣扎 他非常的生气 上前理论 可是自己的父亲 却像没有看见他一样 慢慢悠悠地穿上了裤子 甚至还在挑衅他 一直在辱骂孟发友的妻子和母亲 孟发友实在是无法忍受 准备到午中去进行理论 可是却被妻子拦住了 可夜晚的时候 他根本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 想到自己母亲已经离世六年 竟然还要遭受这样的辱骂 而自己的妻子这么多年以来 会不会也一直遭受这样的痛苦 自己的这个父亲根本就不是人 想到这里 他无法抑制心中的痛苦 拿起了身边的锤头 走到了父亲所在的屋子 看到儿子进屋 孟发友的父亲并没有慌张 反而是继续嘲讽他 两人就这样发生了矛盾 随后孟发友就将自己的父亲杀害 但他也知道自己所办的事实犯罪 于是他将妻子和儿女 交给了自己的大哥进行照顾 自己则离开了家 去派出所投案自首 公共霸占儿媳六年 当着儿子的面行苟且之事 儿子忍无可忍将父亲杀害 警方来到了孟发友所在的村子 村子里面的人却一直都在为孟发友求情 就连死者的弟弟也在说 孟发友的好 这让警方有点不能理解 究竟死者做出了什么事情 让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很可恶呢 随后警方得知 在孟发友小的时候 父亲经常对孟发友和哥哥打骂 为了逃脱他 孟发友和大哥很小就出来打工 两人在自己的努力下成家利益 孟发友因为太过贫困 娶了现在的妻子罗仁华 罗仁华的家里也并不富有 而且罗仁华天生智力 比别的人要低很多 所以有些话他根本说不出来 但是做个好人和自己被欺负 他还是知道的 罗仁华和孟发友结婚之后 两个人感情很好 很快还有了孩子 虽然罗仁华的智力和正常人差一点 但是他也知道要听话 并且要对人友好 所以在村子里面大家都很喜欢他 而且他在家里面干活非常麻烈 是很多人眼中的好儿戏 原本罗仁华是和孟发友的母亲 在一起生活 母亲还在世的时候 罗仁华没有受到过伤害 可是六年前孟发友的母亲离世 罗仁华就开始自己居住 而孟发友经常要外出打工 所以会不在家 这是四川省成都市发生最离谱的案件 公共霸占儿媳六年 还当着儿子的面行苟且之事 因为孟发友的不在家 这让孟发友的记忽 也就是死者觉得有机可乘 经常到罗仁华家中去蹭饭 最开始是蹭饭 之后他发现孟发友经常不在家 就开始对着罗仁华动手动脚 而且他也知道 罗仁华的治理和别人不一样 有些话说不出口 所以他就开始肆无忌惮 罗仁华当时肯定也是不同意的 奋力反抗 可是孟发友却拿着罗仁华的孩子的生命 要挟罗仁华 并且还告诉他 如果要是不听他的话 罗仁华的孩子和丈夫全部都会被杀死 作为一个治理方面有点残缺的残疾人 他根本想不了太多 他他想的就是舍弃了自己 能保全自己的家里就行了 于是就这样被孟发友的欺负 欺负了六年 直到这一次被孟发友发现 得知妻子被欺负了六年 又想到自己从小到大一直以来 受到欺负的摧残和折磨 孟发友根本无法忍受 他想如果欺负不死的话 自己一家人连带着周围的街坊邻居 可能都没有办法安宁地生活 他无法再接受这样的命运 于是他就想 要不然干脆就解决掉姐夫算了 还能还周围的街坊邻居一个清静 他在杀完人之后决定自首 并且在审判之前 他的街坊邻居们 为他写下了简刑的请愿书 想必到时候法官也会在他自首 并且村民们情愿的情况下 对他有合理的审判 他在审判里面的街坊邻居 他在审判里面的街坊邻居 他在审判里面的街坊邻居